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真的困扰了我很久 前几天去洗牙 洗牙之后 烧了不少钱 就来回我在一年当中 大概花了有三千多块 就去修复牙齿 其实真的是在年轻的时候 没有非常注重牙齿的保洁 然后近期我看了一款产品 我决定可以试试看 但是它除了 是一款电动牙刷以外 它是一款非常有趣的 电动牙刷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封面 基本上是给女孩子用的 女生主题款 OKOK 非常非常漂亮图案 是一个女生 摇了一朵花 然后这边写的是孙莹 大家如果熟悉的话 就知道孙莹是谁 开箱 哎呀一把刀拿过来 它这个品牌的主题呢 它有一句话说的是 支持青年女性艺术家 它是一款以女性为主题的 电动主题 亚刷支持青年女性艺术家计划 哇在盒子底部呢 哎有一个防伪验证 同时呢上面有一个说明 哒哒哒哒 非常简单 其实我还是很期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包装 微信扫码 添加产品顾问激活一年免费保修 一年免费保修 我觉得一年如果能够换一只亚刷头也不错 哇 哇这个包装真的很个性啊 哇我没有想到它的颜色今天是绿色的 这什么 啊这边装的是什么看看 哇 好可爱的卡通耶 知否知否 我的天呐 各位 这上面是贴纸 这上面是可以撕下来的贴纸 这太卡通了 太感动了 当然这个主题版大家都知道 诶 如果你是这部剧的粉丝呢 这款产品 非你莫属 OK这边还有一个 Usemail Y 这是什么 哇 2019年的 哇 我真的很期待在未来呢 可以开箱一些女孩子用的产品 或者说以女性为主的产品 这很有趣 好里边呢送了一个牙刷头 两个牙刷头 它两个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专业款 一个是 呵护款 专业家呵护 不错 不错 然后这边是 Usemail Y1声波电动牙刷说明书一份 这个呢就是充电线了 普通的一根micro usb 这个不用给大家看了 说明平时用电脑啊 就很容易了 很容易了 哇 哇 这个造型 一共三种模式 一 二 三 一个是清洁的 一个是美白的 一个是柔性的 三种模式 充电应该在底下把这个卡口给撬开 哇 OK拿起来 这边是充电口 micro usb 没错 啊 大概就这么多 那这款产品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买到这款产品啊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似乎是捡了一个大便宜 而且结果还就是 一年免费保修 包装精美 然后造型独特 留置干件 还有这个牙刷头 哇 四种模式 开启之后握在手里 感觉非常的舒服 而这个牙刷头呢 哈哈 可以用很久 而这款产品 更为独特的是 它的模式当中 有一个美白的效果 这个美白 真的是可以美白到你的牙齿的 然后我们说说 牙刷头 它这次非常贴心的赠送了两款牙刷头 一个呵护款 一个清洁款 这点很重要 同样我们提一提 菲利普的一款 同样配备两个牙刷头的 这个 这款机器 价格就不用说了 左边呢 将近2000块 右边呢 只是200多块 差了10倍啊 Useman Y1呢 还比菲利普多了一个压力警示功能 性价比超高的 另外它送了这些精美的纪念品 在这边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知否知否的贴纸 等一下告诉你 就冲这个包装呢 我就可以告诉你 这时候见过 包装是超级精美 有种在拆礼物的感觉 OK 如果说 我不太喜欢这款啊 太绿了 怎么能绿了 是吧 那我隆重介绍 它的粉色限量款 是不是 帅呆了 精改了 限量版 樱花粉的包装呢 说白了就是 满满的少女心 回到外观设计 灵感来自于 古希腊 柱式设计 有没有 外观材料呢 没有任何喷漆 也不用担心 会有掉漆的烦恼 看起来 超高档的 而且这三个 档位的功能呢 是可以满足 所有人 不同的需求的 而我们介绍的 这款呢 是张绍涵同款 甚至得到 张绍涵推荐的 是不是有点惊讶 也许有人会说到 这款白色的线 跟这个绿色主题 是不是有点不搭 我在这里告诉你 其实有的是用不到 因为 它的续航量 是惊人的 三个小时充满电 充满一次 用半年 一年只需要充两次 而且它的优点 是使用起来的 它的声音真的是 对 比蚊子叫声大一点 底座视频的 刷完牙 直接往桌子上一放 就可以啦 超级方便的 如果说到现在呢 还有人对 电动牙刷呢 不太了解 我在这里 说一个小小的数据 用这款牙刷 刷牙两分钟 相当于 用手动刷呢 五个小时的效果 好了 如果大家喜欢 这样的视频 记得订阅和关注 我的视频频道 我是米奇沃克斯 我们下期视频 继续再见咯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